生肖龙说起来生肖龙的人向来都是一个好运的生肖,在那么多生肖里面,似乎他们从小到大就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贫困或者是麻烦的事情,那是因为定龙人他们是天旋之人,从小到大就不会遇到一些挫折,当挫折在来临之前,生肖龙的人他们的贵人都会事先把这些挫折处理掉, 所以生肖龙的人从小到大都没有遇到什么挫折,而在10月13号开始他们就能发大财,生肖龙的人发财的机会也很多,13号起只是他们普通的一个发财的日期,所以生肖龙的人如果缺少钱财的话,就可以把今天的钱财接下来,如果不缺少钱财不接财也没有关系,毕竟他们在之后的日子里还有许多的财富机会,在4月的时候运势本来就很强盛, 所以能在今年发大财,生肖龙的人一直盼望着自己能发大财,生肖龙的人在平常不和别人相处,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孤傲的人,他们总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的,看不上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,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加优秀和厉害,他们在今天就能够大赚一笔,有了这些钱财作为铺垫,生肖龙的人就可以变得更加有钱,成为一个富裕的人, 所以他们的朋友也再也不会看不起肖蛇人,生肖蛇的人也不需要和自己的朋友虚以为蛇,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 生肖猪生肖猪的人向来都能碰上发财的运势,在10月13号开始正好是生肖猪的人发大财日子,所以生肖猪的的人人借助了地主公诞成的好运势,在得到好运势的帮助下,他们在14号开始发大财也是天上注定的,他们在今天拥有的钱财谁都阻拦不了,这些钱财都会被他们收入囊中,就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,财富就被他们牢牢把控着。 生肖猪生肖猪的人精明能干,刀子嘴豆腐心,善于经商,10月13号开始运势好转,性格锋芒毕露的他们欲强则强,红到发子,先逢好机遇,再被贵人提拔上高位,事业上有红红火火之事,事业一起色,桃花跟着来,结缘之喜降临的同时还将手有余钱,握紧钞票,好日子一眼望不到头, 大富大贵,大吉大利,想不富都难,生肖猴生肖猴的人智慧激紧,勇敢仁慈,脑子聪明,他们心态乐观,积极向上,10月13号开始想猴的人他们的好运势将会接踵而来,一个接一个,大财小财一起进,事业上蒸蒸日上,顺风顺水, 尤其是桃花运更是好的不得了,单身生肖猴的人急易遇到自己的真爱哦,365天天好运来,赚得盆满钵满,想不富都难